欢迎收看寒天新闻 我是子彤 首先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星期一说 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进入了第三年 他呼吁各国共同终止这场全球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公室主任克鲁格 星期天对法新社说 奥米克隆变体病毒可能让欧洲 接近某种疫情的最后阶段 他预计60%的欧洲人到了3月 将感染奥米克隆病毒 由于疫苗或民众感染后产生的免疫 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后会出现全球免疫 同时降低季节性 但预计新冠病毒会在一段沉默期后 再在年底回来 但不一定是大流行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 也对美国广播公司 本星期节目说 美国的奥米克隆病例已经开始下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调低了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计 新冠病毒奥米克隆变种的扩散 是一个明显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对其世界经济展望的季度更新中预测 全球经济在2022年将增长4.4% 低于一年前预计的5.9% 以及去年10月预计的4.9%的增长率 这份报告在谈到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的原因时 还提到了能源价格的上涨 通货膨胀的升高 以及美国和中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的减缓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该机构把美国的经济增长率 从去年10月预测的5.2% 调低至4% 因为拜登总统庞大的重建美好未来 社会政策法案在国会预阻 把中国今年的预期经济增长减少至4.8% 因为中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零容忍方式 以及相关的封锁措施减缓了私人消费 同时房地产市场仍处在持久压力期 美国星期二1月25日警告俄罗斯说 假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蒙兽 比莫斯科2014年吞并乌克兰 克里米亚时更为迅速和更为严重的经济后果 俄罗斯表示 在美国星期一宣布让8500名军人进入高度警备状态 并未可能部署到东欧做准备之际 俄方表示正怀着极大的关切 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拜登星期一以网络视频方式会晤了关键的欧洲领导人 讨论当前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威胁 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 支持拜登所做的总结 拜登已经排除了假如俄罗斯入侵美国将会派兵驻乌克兰的可能性 但是他誓言将对莫斯科实施迅速和严厉的经济制裁 美国还准备好施加新的出口控制 以束缚俄罗斯的经济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路透社报道 日本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测试中发现 和先前的COVID-19病毒株相比 Omicron在塑料表面和人体皮肤上的存活时间更长 研究人员表示 Omicron的高度环境稳定性 也就是维持传染的能力 可能有助于Omicron取代Delta变体 成为在全球快速传播的主要流行株 研究人员测试COVID-19病毒株在塑料表面的平均存活时间 分别是原始株56小时 α株191.3小时 β株156.6小时 γ株59.3小时 Delta株114小时 Omicron株193.5小时 显示Omicron在塑料表面可存活足足8天之久 至于在遗体皮肤的样本上 各病毒株的平均存活时间分别是 原始株8.6小时 α株19.6小时 β19.1小时 γ株11小时 Δ16.8小时 Omicron株21.1小时 在皮肤上所有的遍体接触含酒精的洗手液15秒后 都完全失去活性 因此研究人员强烈建议 民众依然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南 继续使用消毒产品来维持手部卫生 防止感染 美工劳工部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A周二1月25日宣布 它将于周三26日正式撤销 对拥有一百名或以上员工的私营企业的 COVID-19疫苗强制令 根据OSA在联邦公报上发布的公告 它将撤销对包括以及超过百名雇员的企业 必须接种疫苗或每周接受测试的规定 OSA于2021年11月宣布规定 要求超过一百名雇员的公司员工 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或进行病毒检测 联邦最高法院于1月13日 以6对3票叫停了该行政令 最高法院认为国会没有赋予OSA颁布这样一项全国行政令的权利 而COVID-19是许多场所都会出现的风险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不是一种职业性危害 虽然劳工部的强制疫苗令被撤销 但有些州和地方仍然有COVID-19工作场合的疫苗规定 比如纽约市仍然要求强制接种疫苗 目前这些地方的疫苗规定是否会受到进一步的法律挑战 有待关注 COVID-19大流行仍然在持续之际 美国的就业市场尚未完全恢复 但一些州已经恢复正常 根据评级机构惠誉的一份报告 2021年11月 德克萨斯州 亚利桑那州 犹他州 以及爱达河州 已经收复了在大流行前损失的所有工作岗位 相比之下 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的就业水平分别只有大流行前的70%和60% 这凸显了各州之间复苏工作差距有多大 那些受大流行波及更多 抗疫限制更严格的州 在从COVID-19造成的就业损失中恢复的进程落后 根据惠誉的报告 在遭遇大流行开始时 创纪录的就业损失之后 几乎所有的州都恢复到了至少一半的就业损失 只有夏威夷和怀俄明除外 像夏威夷这样依赖旅游业的州 仍在受大流行所困 纽约州的经济虽然更加多元化 但该州在这场健康危机开始时 一度成为重灾区 其限制措施严苛 所留下的伤痕短期内难以平复 接下来一起关注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北京时间1月25日 北京市乔连与中国乔连联合举办了 2022年乔连五周云香聚欢乐春节线上活动 中国乔连联合北京市乔连多位领导 在空中与500多位全球侨胞 一起共同庆祝2022新春假节 中国乔连主席万利俊在活动上发表讲话 向全球华人华侨祝福新春 今天请听起讲话的第一部分 亲爱的侨胞们 朋友们 旅回春见 歇元造奇 再过几天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新春假节就要到了 在这里我代表中国乔连 向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朋友 向广大桂桥桥卷拜年了 祝大家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 和顺志祥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了世界改变了生活 面对严峻挑战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 带领全国人民 众志层层 攻坚克难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 世界瞩目 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十三五圆满收官 中国的综合国力 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作为中国人 作为中华民主的一员 我们都忧忠地为伟大的党 伟大的国家 伟大的民族 感到自豪和骄傲 去年十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桥乡 广东 潮汕地区考察时 就做好新时期桥的工作 发表了重要讲话 向桥界发出了 发扬光荣传统 弘扬爱国爱乡精神 为祖国现代化建设 作出性贡献的号召 这是桥界的一件大事 喜事 总书记的讲话 让我们悲感温暖 备受鼓舞和激烈 增添了前进的动力 1月25日傍晚 2022阿凯迪亚市 第五区市议员候选人 高清医生 与柔斯密市 再次举行竞选媒体见面会 为其赢得选举 进军阿凯迪亚市议会 宣传造势 洛杉矶县警察局局长 Alex亲到现场 为高清医生站台背书 2022阿凯迪亚市 第五区市议员候选人 高清迈克高医生 于1月25号傍晚 在柔斯密市 再次举办竞选媒体见面会 为其赢得选举 进军阿凯迪亚市议会 宣传造势 洛杉矶县警察局局长 Alex为了纽瓦亲自到场 为麦克高医生站台背书 他在自识时 高度评价了麦克高医生的 品德才华及领导能力 核桃市前市长林恩成 担任本次媒体见面会司仪 为麦克高医生 进军市议员大卫摇旗呐喊 美国退伍军人 628事务部指挥官 史图瓦特陈 等多位民选官员 社区人士出席活动 他们一致表示 坚决支持麦克高医生 选举获胜 活动上 麦克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他表示 其竞选纲领 将关注以下一题 一 健康议题 疫情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家庭 我希望在Arcadia 建立一个卫生专门委员会 关注市民的健康卫生 并加强巩固与美美医院的合作 二 赋予居民权利 这意味着每个居民都是平等的 他们有发言权 这是促进公民参与的一个关键概念 三 财政责任 拨款不应超出资付能力 疫情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预算挑战 它将与市议会和市政府工作人员共同努力 保持预算平衡 四 优箱盗窃问题 这是本市目前日益严重的问题 作为警察基金会董事 我将与警局密切合作 加强监控 促进公民参与 着力公共安全 五 面对本市严重的游民问题 麦克高主张 与洛杉矶县和其他城市密切合作 了解根本原因 以缓解危机 六 麦克高希望 向居住在本市的退伍军人和老人家们致敬 他将努力为该群体维持和增设娱乐 健康和其他服务 努力把阿卡地亚市建设成为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汉天卫视记者吕丽川洛杉矶采访报道 感谢收看 以上就是今天汉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